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土地上会震出或者是木板地上会震出声音 震出声音和金刚岛队不同的地方我再重申一遍 不同的地方就是金刚岛队是这个拳砸在右掌左掌上 右拳砸在左掌上 那么额眉拳的这个并部阵脚是左掌在右拳的上方 这是和那个城市太极拳的金刚岛队不一样的地方 今天呢我们接着往下学 接着往下学 这个学之前呢我们把前面学过的复习一遍 这个是在上面 前面有一个刚起事的时候有一个是 是金刚岛队最终向下砸的 这个呢是像这样的 好 那么我们看今天 我上次说过了 你们练的时候如果你的年龄很轻 四五十岁或者是二三十岁 五十多岁的 你可以用劲 因为这个长拳可以用近一点 我示范的时候呢就没有用大力气 好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 上右部 两手向前画一个圆 为了大家看得清楚 我面向大家 这样画 画一个圆 向下变成长 右拳变长 两手都是长 然后画一个圆 然后上左部向前蹬 蹬得低要近 不要蹬出去 就蹬得很近 蹬得很近 蹬得向下按 蹬得很近 用脚的前掌 蹬得很近 就是上面的手呀脚呀 一下把它按下去 然后用脚前掌蹬出去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动作 蹬出去以后 左脚落地 落地 向前落地以后 啊 落地以后 身体 略为右转 把右手变成拳 向左 向上 打一个估拳 左掌放在 右手的 走步的上方 好 下来看 就是这个 这个 好 我们把两个动作连起来 看一下 啊 这是昨天的动作 哎 今天的 这个动作 好 今天我们就学两个动作 一个是蝎部勾拳 这个勾拳是蝎部 蝎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右腿向前 脚尖向外 盖 然后下针的时候 左腿的膝盖 跪在地上 跪在地上 现在呢 你要是我高的话呢 你不需要挨地 你就搬一点 左腿的膝盖 在右腿的小腿的后边 左脚的脚跟是不挨地的 脚掌 脚掌挨地 脚前掌挨地 左脚的脚跟是提起来的 就是蝎部 好 这个蝎部呢 你练的这个 你可以 这个勾拳可以 蝎部可以低 可以高 都可以 蝎部勾拳 好 那么 今天呢 我们就学这两个动作 在我们把前面学 下面呢 我们把前面学过的 和今天学的两个动作 连起来 复习一下 大家 大家 看的时候 练的时候 要用劲 我示范的时候 就不用劲 为什么呢 这个草地上有水 一踩里面 都有水 好 我们 呃 示范 示范 示范一下 嗯 就到这里 今天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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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学到这里 那么 这里面有两个并部 一个并部 是 是 左掌在右拳的上面 前面还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是 右拳在左掌的上面 我学了两个这个地方 这个并部 正脚 两个正脚的地方 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前面一个正脚是 右拳砸在左掌上 后面一个正脚是 左掌砸在右拳上 这不一样 是吧 是这样斩的 前面这个是 全向这样斩的 好 大家这里上 稍微注意一点 就可以了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 学习 新的动作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那么 只要你每天 按照 我们 学习的时间 把它学一遍 几分钟以后 每 每 每天学几分钟 那么呢 你的这个 过一段时间 很快就会把这套拳学完 这套股拳法 我们教的时候是 我小时候怎么 怎么学的 怎么学的 我就怎么教 完全还原 明天能够教拳的办法 跟现在上晚都没有关系 在网上怎么教怎么教的 要备课呀 要怎么样 要组织美好的语言呀 完全没有 这里 可以跟大家说的是 你一定会把这个股拳法学会的 你一定会学会 我每天 每天教的动作很少 也不占用过多的时间 这个 这个 希望那个 喜欢的朋友呢 你可以订阅这个地方 每天我们都教 几分钟 每天教几分钟 这样的 新的动作 每天教一个动作 最多两个动作 或者很快就把它学完了 我希望 这套股拳法 能够有更多 很多人学 把它全下去 不然的话 这一路 钱 就会 消失掉 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学 这里说一下 我很小的时候学的这个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 十亚岁吧 这个 这套股拳法 是个山东的一个 就是流浪的人员 就是山东的 就是说 现在说就是一个乞丐 就是乞丐 没有工作 就是靠这个 刑起 那么 到了安徽 到了安徽 然后呢 他教了一帮弟子 就是以此来谋生 就是吃饭的 这个人呢 在 已经死了有很多很多年了 很多很多年了 这个 他教了很多弟子 这个 我呢 那个时候学 学的时候呢 每一个世子 最 最慢的 像今天我教一个动作 那个时候我学的时候 每一个动作 很长时间才 教你下一个动作 我最长的 有几个月 好几个月 五六个月 大概半年的 左右的时间 才学到下一个动作 所以呢 我从小学的东西 为什么现在没有棒 就是他得来得之不易 就得来不易 就是你每天去 每天去 每天到他的院子里面 在那等着 他教别人 不教你 你学的这一路他不教 那你就在那看 每天去他不教 你也不 过去是不能说 老师 你今天要教我什么 过去是不能说的 他教你你才能学 每天这样每天来回跑 每天来回跑 你干什么呢 不教你你练什么呢 就是每天你踢腿 你踢踢腿 压压腿 就是跟着别人玩 在那玩 但是你想学东西的人 你心里着急 每天这样 几个月的时间 现在这个条件 这个多媒体非常方便 我是想把这种权 叫大家都会 因为人总是要死的嘛 比如说过几年 我死了以后 那么也许别人会 会肯定是有会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谁会 我现在呢 想把这个权传下去 传下去呢 我们用在明格聊太极里面 在明格聊太极这个节目里面 把这套权交出来 希望有人把它传下去 这个股权法呢 因为我也非常喜欢 这个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那个时候 很多学的呢 一起学的人 那个时候 老师是在 六几年 就是已经死了 一九六几年就已经死了 那么 在 在 在这个 这么多的 媒体的这些 呃 不是 呃 这么多媒体都交这个 传统套路都交太极呀 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所以我借着 呃 我赶上了这个好时代 但是有了这个多媒体 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把它交出来 啊 这一种 呃 我今天讲这个的目的就是 过去学的很不容易 所以他很多人把它保留下来 现在因为学的太容易了 大家都很容易能学到各种东西 所以大家都不把它当做一个好的东西 是这样的 啊 所以呢 嗯 嗯 跟大家 说这个事情呢 就是大家把这一套全能够传下去 是最好 啊 当然 传不下去也没有关系 因为 历史上产生的东西 必须在历史上消失 它总有消失的时候 对不对 只有消失的时候 对不对 好那么 今天呢 我们就 呃 聊到这里 啊 我 聊的这 聊的这些目 我教过这两个动作 我为什么要聊这些话 说这些话的 目的就是说 嗯 我完全按照过去 在家里怎么教 小孩的 怎么教别人 在这个 视频上也怎么教你呢 没有一点水分 我是要告诉你的 是这个东西 好 这个明哥聊太集 今天就到这里 啊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呢 再接着学下一个动作 谢谢大家 嗯 是 lact心 没事 是